很多人把鸡蛋买回来 不是煮着吃就是炒着吃 都吃腻了 今天这个做法你肯定没见过 而且更好吃 首先准备五个鸡蛋清洗干净 然后打入碗中 加入少许的食盐增加底味 然后用筷子搅散备用 再准备一个碗 加入120克的玉米淀粉 250毫升的清水 冰箱边搅拌 每天都在很用心的叫做菜 只想要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 感谢大家的支持 搅拌到没有干淀粉 然后把鸡蛋液倒进去 然后充分的搅拌均匀 准备一个盘子刷一层食用油 然后倒到盘子里 放到蒸壁上面 锅底水开之后盖盖蒸10分钟 我老婆爱了想吃面条 今天就再给大家分享一个面条非常好吃的做法 面条下锅煮熟之后 牢处放入碗中 好吃的关键是加入两勺上海葱油 就这么给它一拌 拌匀之后再撒上一点白芝麻和葱花 一碗香喷喷的葱油拌面就做好了 真的太香了 做法简单又非常的好吃 好了 已经蒸好了 取出来分成小块 锅里油温六成热 然后下锅里开始炸 炸的时候注意用筷子翻动一下 让其束在均匀 炸的过程中会慢慢的变大 炸成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捞出控油 接着起锅烧油放入青红椒 稍微翻炒下 加入烧烤料和自然粉 炒香之后 倒入刚炸好的鸡蛋 翻拌均匀之后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鸡蛋这样做真的是太好吃了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开胃下饭有解馋 做法也很简单 再搭配上一碗香喷喷的葱油拌面 真的是太美味了 喜欢就赶紧在家试试吧